《非诚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献同趣 合家欢乐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精彩菊轮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经验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逐一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的年老金 爱牵承活着重达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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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uraging music fortime 谢谢 谢谢我们的舞团 谢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非诚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我是节目组织员管彤 大家好 谢谢 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 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相信朋友们对我们的这方舞台 已经非常熟悉了 在这里您会看到 来自全国各地 乃至世界各地的小不点们的精彩表演 分享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成长的故事 同时我们《非诚帮帮团》的几位嘉宾 也会为小不点们加油打气 在节目一开始 还是先来介绍《非诚帮帮团》的四位成员 我们欢迎教育专家 如晴老师 欢迎节目主持人 赵宝乐老师 欢迎歌手杨紫衣 欢迎歌手王旭 欢迎我们四位嘉宾 《非诚勒家一》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冠名呈现 世上只有妈妈好 买妈妈一选上京东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你好宝贝 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陈玉涵 我今年五岁了 我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福建全州 谢谢大家 我们欢迎来自前州的陈玉涵小朋友 我发现你长得炎炎的脸蛋好可爱 有没有人这么说过你 我猜一下你是不是爱吃肉肉 对 猜对了吗 对了 猜对了 那你爱吃肥肉肉还是吃瘦肉肉呢 我爱吃很肥很肥的肥肉 像三成肉 真的呀 酥脚 红烧肉 猪皮 我说的这些都快流口水了 对呀 好多小朋友都喜欢吃瘦肉肉 你为什么爱吃肥肉肉呢 因为肥肉很好吃 很润 吃下去不会塞牙缝 是这样的 确实 这个吃完了没有那么麻烦 是不是 对 这是一个爱吃肉肉的小姑娘 那你告诉大家 你的大能耐是什么 我的大能耐是唱歌 唱歌呀 我可要提醒你哦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好多好多小朋友 都说自己大能耐会唱歌哦 所以我觉得 你要是觉得 你的唱歌可以作为大能耐 能够展现出来的话 必须得有你的特点才行 我唱歌都自己带道具 没人像我这样子吧 自己带道具呀 不是 我觉得 你不用担心 我们剧组的工作人员 可能干了 我们这什么道具都有 不一定非要自己带的 我这个道具 可谓变形哦 道具会变形 对 那这样 你先唱一个歌 然后要求用上你的道具 然后我来感受一下 你这个道具 是不是特别有特点 这才 是不是 像你所说的 这就是你的大能耐 好不好 好 好 准备 谢谢 谢谢 孙生来了等指导 梅花黄礼报告 梅花开头前还小 光阴接着伤心调 欢迎孙生谁伸手 快把新的白宝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眼睛 一直没有嘴巴 真是乖 真是乖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耳朵 一直没有尾巴 真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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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你的大能耐 我们剧组可找不到这样会变形的道具 好 道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陈君益 我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 我是这位爱吃肉肉的哥哥 这是兄弟组合 我说这两位小同学怎么长得一个母人 你是他哥哥呀 就你们俩这个角色是谁给分的呀 你愿意当这道具吗 愿意 愿意呀 你为什么要让哥哥当道具呀 给我们说说 因为我爱哥哥 爱哥哥 要不然他没 哥哥什么事情都先让我做 哥哥会保护我 你找一保镖见道具 真好 我给你出个难题吧 你们俩是来自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 对不对 对 泉州属于福建 福建的闽南歌曲你们会唱吗 会 会吗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喜欢唱那个闽南歌 叫艾比亚加野牙 叫艾拼才会赢 是吧 你们唱首什么歌呢 你来唱叫她当道具好不好 好 那我得提个问题 刚才妹妹说 她的这个道具就是 特点就是会变形 那如果妹妹唱天黑黑的话 你还会变形吗 会 准备 好 天黑黑 老虎回家了 换了老汉了 我找到哪里的 Bow 我找到哪里跟谁 我认不鱿 你也要做真正处理 天啊 没了好 阿公也在讨备滚哦 滚啊滚 滚啊滚 滚点尖尾酸牛 你也要做真正处理 好 表演结束 这看来是没把他们俩难倒是吧 他其实不是道具 他是扮武 对 我想问问我们这个被称作道具的小哥哥 你比妹妹就大两岁是不是 是 那妹妹邀请你给她当道具 或者当伴舞 你是特别心甘情愿的吗 愿意啊 嗯 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喜欢妹妹 她的脸跟我一样肉嘟嘟嘟的 眼睛哒哒的 所以你就给妹妹当道具 当伴舞了是不是啊 是 你也爱吃肉肉是不是 对 那你们俩谁能吃 我和我爷爷和外公一样 什么都能吃 有一次我自己个人吃了二十三个饺子 还是很这么大的 你一个人就吃二十多个饺子 是 哎呀 我要是 家里的人都吃不够我 哎呀 你爸你妈养你还得花费好多伙食费 是不是 是 我替大家问你个问题吧 嗯 就是 你一直都当道具当伴舞是不是 是 你有没有想过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当一当主唱 有 有 是不是 是 妹妹 姐姐跟你商量一下 能不能给哥哥一个机会 让他单独表演一下 好不好 支持一下哥哥好不好 好 嗯 哥哥唱得怎么样你觉得自己 嗯 你觉得自己唱得怎么样好不好 唱得挺好的 挺好的哈 而且我喜欢唱歌 是 那对 那就这样吧 必须给哥哥一个机会 也让他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来哥哥现在 就给你一个展示你歌喉的机会 你随便唱一小段好不好 好 唱什么歌 想唱就唱 好 来有请我们这个道具哥哥唱 想唱就唱 开开夜的天窗 对流星说愿望 给我一双翅膀 能够接近太阳 我学着一个人成长 爱给我能量 梦想是 善气的营养 追逐我开发 想唱就唱 要唱的香娘 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 只剩我还能够 勇敢的自我欣赏 想唱 想唱就唱 要唱的香娘 就算这舞台多恐慌 总有一天能看到 外舞的影光棒 唱完了 你觉得自己唱的怎么样 感情有点早调 你自己知道是吧 你要不说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子依姐姐一直在笑 我觉得她好可爱 她胖多多的小脸 我真的想去掐一眼 就感觉 你只想唱着唱着满头大汗 本来汗没那么多的 她主要是她唱得特别认真 但是她长了一个喜剧的脸 我觉得特别搞笑 特别可爱 然后你看妹妹笑的 然后我就 对唱的挺好的真的 虽然说有一点点就是走调 但是最后我们落音还是落到调上了 这个也很难得 就是刚要走 又回来了 然后又回来了 走又回来了 又走了 反正就是 但是挺好的真的 加油 宝宝你很棒 反正是给大家带来欢乐了 是不是 妹妹开心 你自己也开心 观众朋友也觉得开心 是不是 这也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唱歌开心 那接下来还有特别重要的 那个表演环节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我想问问 在这个环节当中 是妹妹当主唱 还是哥哥当主唱呀 我当道具 妹妹唱歌很好听 让妹妹唱歌吧 那我就放心了 咱们还是各司其职 好不好 好 那唱一首什么歌 歌名叫什么 妹妹告诉大家 我要吃肉肉 你不小心 把心里话都唱出来了 我们马上进入下面这个环节了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大能耐 我爱吃葡萄 可我不涂葡萄皮 为什么夫妻 水片里没有夫妻 像过头 想不出原因 就像没有道理的尸体 我只想在家里厅头玩游戏 你却在街上放你去动跑不及 你说我太柔 需要收一收 可我就是每天都吃不够 不管我要吃肉肉 就要吃肉肉 吃饱菜油里 请和你逛遍着地球 别嫌我太重 要牵我的手 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 不管我要吃肉肉 就要吃肉肉 我喜欢这样被冲着冲着的感受 我不用想太多 走在你身后 有有幸福快乐的皮肉 我只想站在家里厅头玩游戏 我只想站在家里厅头玩游戏 你却在街上放你去动跑不及 你说我太柔 你说我太柔 需要收一收 可我就是每天都吃不够 不管我要吃肉肉 不管我要吃肉肉 就要吃肉肉 吃饱菜油里 请和你逛遍着地球 别嫌我太重 要牵我的手 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 不管我要吃肉肉 就要吃肉肉 我喜欢这样被冲着冲着的感受 我不用想太多 走在你身后 有有幸福快乐的宇宙 停 我看看 这不是道具吗 这是真肉肉吗 是 真的红烧肉 好香 但是 人在吃 乘在看 当然了 鉴于今天兄妹俩的表现 还是很优秀的 特批你 你们俩一人吃一块 我跟你吃 我的天哪 这节目谁设计的 我觉得太好 太贴心了 以后这节目最好也给我设计一下 咱就吃一块好不好 要不回去又长肉肉了 好 我们听一听四位嘉宾老师 对你们两个作合点评 她俩太可爱了 太招儿喜欢了 我就东北话来说 这两个就是活宝一样 我觉得是吧 而且我也爱吃肉 我觉得你俩吃那个胡烧肉的时候 是不是眼睛都发光了 看着那个肉 特别适合 而且我觉得他们俩特别有爱 也希望你们永远这样爱下去 好吗 然后姐姐这个气球送给你们 祝福你们 你看看 妹妹唱得那么好 哥哥表演得那么好 他们俩人不能掉个儿 家长要看清楚 要因才是教 能够做大事的人 都是合作能力强的 我觉得你们俩配合得真的非常好 互相欣赏 互相配合 我把我的爱情气球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 都成为一个能够有大心怀的人 好吗 好 好 那就赶紧去收集你们的爱情气球吧 谢谢 谢谢 非常乐嘉宜特别节目 小谷点大能耐 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冠名呈现 世上只有妈妈好 买妈妈一选上京东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下一个小谷点闪亮冲场 你好 管彤姐姐好 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刘古月 我今年七岁了 来自浙江嘉山 谢谢大家 来自浙江嘉山的刘古月小朋友 告诉大家你的大能耐是什么 我的大能耐是质感冒 质感冒 这在我们小不点当中 好像你这大能耐 以前很少遇见 我看那王旭叔叔 怎么盯着我们直看呢 是感冒几天了 你老人家 说着说着咳嗽起来了 一个多礼拜了都没好 是不是 对 你看今天来着了 我们这有小医生 想不想现场请我们这个 小刘医生给治治啊 大夫 我的病您能看得好吗 能 能啊 我们把这个患感冒的 王叔叔请上来好不好 好 来 有请王旭叔上场 王老师好 咱们开始治疗吧 王老师你想治好感冒 我做什么你跟着我做就可以了 好的 王老师来跟我做踢腿 预备 预备 走 走 现在做礼合森 预备 走 我觉得这叔叔 好像刚踢腿完成的 你觉得还行吗 这动作跟你来听 还可以 我也觉得比较接近 我想问问现在什么感受 出汗了吧 喘 喘 累 但好像不怎么咳嗽了 我觉得 好的点是吧 好的一点点 所以再接再厉 接下来咱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做披叉 披叉 我的天 披叉对于这位病人来讲 我恐怕我有点难度 来 你带领吧 还在鲤鱼打挺 我可能弄不好 我跟你讲 如果感到能够一关见影全域 恐怕这个动作是关键 就是这个动作 如果能够掌握了 就是好一大半了 我试一下 反正我觉得这个比吃药 我觉得还是好处更多一点 太疼了 我觉得 李牙顶就算了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今年都73了 这虚碎虚的有点多 但是我觉得刚才小刘医生说了 那个他做什么动作 你就做什么动作 这样才能够保证 能够治愈感冒 但是王老师 刚才这个是属于 你这一套动作当中 只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说这个疗效就还没怎么见效 有没有咱们换一个别的动作的 好 下面还有动作吗 有 好吗 来 太棒了 我只能喊一嗓子 哇塞 太厉害了 这不行是吧 我有我的动作 跟他那是不一样 但是我肯定翻不过去 那你来一个 看看我们这动作 有没有可能就是 对疗效有帮助 好不好 行啊 来宝贝 来 来我试试 试一下 你这叫什么动作 我们叫也是 凌空踢腿 是吧 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给他起一名字叫凌空踢腿 我看出来 你刚才这几个动作 除了一开始的那个踢腿动作 好像还行 见了一点点效之外 接下来动作都有点难 这样吧 咱们咱们换一个 方案 就是有没有借助一点道具啊 就是这种东西 然后看看我们王老师 能不能可能就是 接受能力更强一点的 有 有 这是你确定这道具没拿错吗 没有 你这样给我够 你这样给我打架吗 不是 那就对了 不知道这棍子怎么治病 先来一套动作 有没有借助 有没有借助 没借助 没有借助 没借助 说真的 我如果王旭能够把这套棍树 动作练会的话 你感冒肯定立干净 你就好了 套路不一样 套路不一样 疗效有可能差一点 但是 但是咱们试试好不好 完了 这回出大问题了 人说王旭来《非诚6加1》 是来治感冒的 结果感冒没治好 把腰还给治弯了 以后出行就得靠棍子出行了 是吧 你这不是把我们小刘医生的 这个医术都给带坏了吗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看来你这个第二套方案 也有点行不通 难度太大了 咱们再换一套好不好 换一套那个就是 就是什么什么一针见效 什么一剂药下去 立干剑影就出效果那种 猛一点的调劲了 对打 跟谁对打 我跟我师父 师父来了是吧 那咱赶紧把师父请上来 把这猛药给咱们亮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留谷月小朋友的师父上场 我去把这一家人看待 不是 啊 啊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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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猛药 这个药劲确实很猛 那个猛药出来了 接下来你看我们这位病人 王旭老师 他是和谁对打呀 我师父 跟谁打 老师说了 跟他打吗 他打 那我的病好了 不是 感冒好了 这怎么就好了呢 这药快猛了 刚才看一会儿就看得 浑身都出汗了 吓了 吓了 要早知道这样 早上猛药就好了 来掌声 祝贺王旭老师 这个痊愈了 来 迈着剑步如飞的步子 回到嘉宾席上 正所谓猛药 一出场 药道病除 早知道这样 咱们早点把猛药请出来了 但是我特别感兴趣 这猛药究竟是何方神圣 介绍一下这位师父好不好 好 大家好 这是我的师父 也是我的爸爸 大家好 怪不得呢 把老爸给请出来了 爸爸跟大家也打个招呼 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叫刘丽红 自己开了一家武术馆 教孩子们练武术 那你家这宝贝女儿 就是跟着你洗舞的 是不是 是的 对 从小跟我练 她练了多长时间了 练了四年 四年 四年了 对 三岁开始练的 达到这水平 我有个问题 这小姑娘上来就说 说我会治感冒 这是不是个笑谈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她从小身体就一直不是很好 这一次她的亲身经历 经常感冒 咳嗽还肺炎 三天两头都往医院跑 然后 我本来想让她大一点 八岁九岁在练的 然后想让她身体更好一点 我就让她三岁开始跟着我练了 您是说练武可以治感冒 治小姑娘的亲身经历和体验 是吧 对 是的 小时候就是体过多病 对 但是她练了武术之后 她有些身体上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 她练了武术以后 就身体越来越好了 然后很少生病 偶偶的也会 偶偶的我要看她要感冒了 我就让她打打拳 出出汗 这样就好了 是吧 是的 我也问一下谷月 爸爸说你三岁就开始洗舞了 你还有印象吗 最早开始练舞的场景 没有 记得了吧 是吧 那留给你印象的练舞 辛苦不辛苦啊 有些时候觉得辛苦 但我还是很喜欢的 听说你以前个子没有这么高 对 以前她在读幼儿园小班的时候 班里是最矮的 然后现在呢 练了舞术以后 她现在在班里个子是最高的一个 是吧 对 你看 就是多一些这种锻炼 还在我们身体发育成长的阶段 还有助于长个儿 对 多好的事啊 那你告诉大家 你现在的小小梦想是什么呢 我长大以后想像爸爸一样 当一名女士教练 我们练舞可以强身健体 还可以把我们中华武术精神发扬光大 以后长大以后像可以像爸爸那样 教更多的喜欢武术的小朋友 学会武术 是不是 对 是 年小之期的 我发现这鼓乐 它好像平常有一点害羞 不太善言辞 但是它一做起武术动作来 我感觉它那个神采 小眼神就放着光芒 是不是 所以这样 咱也不用那么多语言来表述了 咱们就用咱们会的武术招数 来告诉大家你有多棒 好不好 因为这是你的大能耐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下面这个表演环节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最后一会讨论的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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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身体好了 越来越好了 个子也 也在办理很高 身体很健康 然后 我 我很 爸爸为女儿的健康成长 感到欣慰 觉得付出了很多 辛苦也值了 好 今天特别是在 非常六加一的现场 还得到了我们这么多 现场嘉宾和观众朋友的支持 所以说 爸爸 你这个好爸爸 一定要当下去 好不好 好 好 加油 好不好 宝贝 好 来 和爸爸一起去收集 你们的爱心气球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 小不点 大能耐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的节目动态资讯 您可以关注 央视非常六加一 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里有详细的节目信息 以及报名方式 也期待着 您家的小不点 能够早一天 奔上我们的舞台 所有参与节目录制的小不点 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下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 欢迎你们 广同姐姐好 来 请坐吧 这个是全家总动员 看来是 来 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罗亚飞 今年三十岁 我才三十里 在江苏上 苏州长河港 我这个姐姐小长 仰光和好资格 我喜欢唱歌 孤生娘们快乐 孤生娘们正常 接着我们的妈妈 接着我们的爸爸 希望大家喜欢我 谢谢大家 来 请坐 不简单啊 他还会用方言讲一些 我们当地的民谣 是吗 那你讲给我们大家听一听 然后咱们大家听听他讲的是什么 好不好 猜一猜 我来自 我来自 这边小家最来自 切点下个 夜机超火 新娘子 新当边 先给你这火来自 新娘子 新当边 我给你这种来自 哇 完了是吧 完了 大家听懂了吗 没听懂啊 这样 我请一位翻译 给大家翻译一下 好不好 来 有请赵宝乐老师 给大家翻译一下 搞我 搞我 上去 哎呀 能搞 能搞 能一句句 搞 登登登 我来自 登登登 马来了 马来了 马来自 马来自 咖啡小姐最来自 戈壁的小姐 什么吃奶菜 咸菜 戈壁小姐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切点下个 吃点什么呀 对 切点下个 野鸡炒锅 野鸡炒什么 咸菜炒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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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请的翻译 谁请的翻译 管同请的翻译 他这个张家港话 跟上海话接近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对吧 对 后边还有吗 有 我们还没翻译完 我们先接着说 新娘子 新当边 新娘子 新打扮 你听明白 什么意思 信钱的人家 送来了一盘花 送了一盘花 花怎么说呀 花 花 还有一句 我到家里面就送咸菜 什么意思 信马的人家 送来了 茶上海 上海馆茶叫酥 其俗 你们张家港地区 算苏州 对 但是跟苏州话 有很大区别 苏州话 爹的嘞 好 谢谢你 多交给我几句 张家港话 在我印象当中 刚才我们这小伙子上来说 自己还喜欢唱歌 对 你唱得怎么样 非常地好 非常地好 那耳听 为虚 你必须在现场给我们唱唱 可以啊 我们听听你唱得是不是非常地好 可以吗 可以 来 有请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荫 月光把爱恋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花 多少年以后 让云盘游走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来牵手 这一生一息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们流连往返 向北架湖旁 你听着有神秘 向北架湖旁 太好听了 怪不得你这么自信地 说我唱歌特别好 我们听听我们两位 专业歌者的感受好不好 李健那首 《贝加尔湖畔》 然后写的 当时他唱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征服了 很多很多的人 今天从你这个嗓子里 都唱出来 你把我给征服了 他的音色特别好听 今天来到《贝加尔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就是要感谢两个人 是我的爸爸妈妈 如果没有了他们 就没有了我的今天 怎么讲呢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可以 就是在我五个月的时候 发现了我眼睛弱势 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说即使经过了治疗 视力也就最多0.1 基本就相当等于失明了 当时爸爸妈妈听说以后 非常的伤心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我 带我四处求医 我非常的感动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宝贝儿子 当时我们到医院检查 发现儿子的视力只有0.1 0.1的时候眼睛基本上就是 什么也看不见 当时医生说了这话以后 我和我爱人 我妈妈 我丈母娘听了以后 眼泪就哗哗哗的 全部自己的往下流 后来当时医生给的诊断 就是说他的视力 即便是治也就是能够到0.1的 0.1 那现在你的视力大概是多少 大概在0.8左右了 真不错 但是后来你们又找到 什么样好的康复方式了吧 从那以后我们四处求医 也去了全国好多医院 北京 上海 南京 最终我们在南京 找到了一个小熬眼科 非常好的医生 一点点的治疗 在小孩子七岁的时候 要上小学 我们害怕别人的嘲讽 后来我们就下定决心 动了手术 手术也非常成功 现在的儿子的弱势 基本解决了 真好 咱们掌声先送给这小伙子 我发现一个细节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好像有的时候 头部会有一点点晃动 这是因为他那个眼球 有点震灿 震灿引起的 他就是头不由自主地 在那边抖 是眼睛引起的 眼睛引起的 他的头在晃 是不是随着他眼睛情况的好转 像这种晃动 也会慢慢地消失 他的视力慢慢地提高以后 他的抖动就会越来越好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视力 还会再恢复 再提高 挺好的 这是件好事 眼睛的事情 已经让他们非常地伤心了 但是在我七岁的时候 又查出来了脊柱侧弯 脊柱侧弯 七岁的时候 就是儿子他感冒 感冒到医院去检查 也要拍片 后来医生说 我们儿子有脊柱侧弯 当时我们对脊柱侧弯 也不是很了解 那么后来我们又去了 那个医院的脊柱科 到了脊柱科 拍片以后确诊下来 儿子的脊柱侧弯度数 达到了39度 那么40度是个临界点 要需要动手术 那么听到这个 医生这个诊断以后 我们一下子就 好像感觉就像天涯 塌下来一样 因为人的脊柱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脊柱非常关键 脊柱又连着神经 手术的难度又比较大 后来我们又带着 儿子四处求医 走遍了全国各个官员 看脊柱的医院 那么后来在有一个地方 找到了一个也是很 在脊柱方面很厉害的一个专家 后来通过带自去角质 角正器角质 现在也不需要手术 就是这个儿子身上带的 这个白色的东西 就是角正器是吧 对 就是角正器 我怎么刚刚看 那张照片就裹的 身上裹的一层又一层的 那个是帮他打磨 就是这张 他的这个角正器 是要根据他的身形 量身定做 就是定期要去做的 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必须要带满22个小时每天 除了洗澡可以拿下来 就这样一直带了两三年 后来因为他坚持的比较好 跟医生就是配合的特别好 医生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然后一带 带了以后 他那个度速慢慢地开始减轻了 然后那个佩戴时间 也慢慢地缩短了 现在今年的话 医生要求他 只需要带八个小时就可以了 可能有些朋友去整过牙 带过那个牙套 因为牙不齐 会通过牙套的力量 把它给归齐了 是不是也有点跟这个角正器 是有相通的地方 你告诉大家 你还记不记得 刚刚戴上角正器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我记得就是 就是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 都不能动啊 那睡觉怎么办呢 睡觉也只能坚持 就那么挺着 对 那会不会觉得痛 会 拿下来的时候 身上老是轻易筷子一块的 有的地方都 皮都被磨烂掉了 一栋皮都掉了 但是也没办法 还是要坚持 对 只能坚持 你有没有疼得哭过呀 哭过 哭过 你哭的时候爸爸妈妈知道吗 知道 但是只能坚持啊 没办法 这十二年 这十二年我们假如我们 中间稍微一放弃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残疾人 现在待了几年了 待了五年了 所以尽管过程很痛苦 但是你和爸爸妈妈 一直咬着牙 坚持到现在 五年过去了 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如果不是这小伙子自己亲口说出 有几株侧丸 其实反正大家是没有察觉的 你跟其他的小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说你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全家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觉得此时此刻真的应该给这家人一些掌声 向他们全家的这种坚持 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至于我们的这种敬意 真的你很了不起 小伙子 小小年纪忍受的这么多折磨 但是你都坚持下来了 但今天在我们非常6加1 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上 你是要来感谢爸爸妈妈的 是的 你心中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讲 需要全国的电视观众为你做一个见证 是不是 那你就看着爸爸妈妈 说出你的心里话好不好 亲爱的爸爸妈妈 如果没有了你们 我就不可能变得这么坚强 如果没有了你们 我就不可能变得这么优秀 如果没有了你们 我就更不可能在非常6加1的舞台上 展现我动听的歌喉 谢谢你们 我知道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 此时此刻眼睛里都擒着泪花 那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儿子讲的 儿子 无论怎么样 爸爸妈妈都不会放弃你 只要你健康就好 爸爸也说一句吧 儿子 上帝关上一扇的 上帝关上一扇窗的时候 他还会打开另外一扇窗 在健康的道路上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放弃 好 小伙子 去抱抱你的爸爸妈妈 好不好 这一家三口拥抱在一起 才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切困难 在我们这个家庭目前 都不是困难 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度过难关 对不对 对 也让我们再一次为这个三口之家 送上我们祝福的掌声 希望我们这个路一番小朋友 能够健康地成长 也祝福我们的爸爸妈妈 这番辛苦没有白费 儿子一定会长大成人 将来用他优异的成绩 来回报你们的 好不好 掌声送给这一家人 好的 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 下面这个表演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大能耐 生命就像 一把架锁 一把架锁 把我困住 把我困住 无法挣脱 成迷洋的生活 成迷洋的生活 风里如刀 一次次叫我中伤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 就在那种幸福 就在那天更糟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心中伤 添 mé 十八千块 成迷洋的生活 我都要 灰洋的生活 成迷洋的生活 我都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施邦继 interpreted 股膜的生活 心声呼啸 我又飞了更高 飞了更高 狂风一样无草 真可怀抱 飞了更高 你知道吗 刚才你结尾那个动作 我觉得特别有力量 你再做一下好不好 小小超人 来 谢谢 来 听听四位嘉宾老师的感受 罗奶奶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不仅身体要强 内心要特别强大 我觉得我们今天 这个亦凡就是一个 内心很强大的人 而这个强大来自哪呢 我觉得来自爸爸妈妈 面对一个天生就有疾病的孩子 爸爸妈妈特别容易急躁 特别容易失落 特别容易痛苦 儿女没有 你们非常的平和 积极地去带孩子治疗 静等花开 今天的花终于开了 在这种强大的内心世界下 孩子的疾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而且他特别阳光 刚才唱歌的时候 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这是他内心强大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很了不起 所以我要把他的爱心气球 送给你们全家 谢谢 刚才讲你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在下面我也流泪了 因为我能体会到作为父母 在面临孩子这样 得到这样一个疾病 然后这样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多么痛苦 多么煎熬的一段时间 他不是一天两天 他是几年 所以说我就 当时我就心难受的 我就感觉 如果要是我的孩子 我可能没有 没有在场的 这对父母这么坚强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特别了不起 人生一共有两杯酒 一杯是甜酒 一杯是苦酒 你现在喝了苦酒 将来以后 甜蜜会伴随着你 风雨过后是彩虹 谢谢 谢谢 我想对于你们一家三口来说 最涓暖的时刻已经度过了 在这里祝愿你们全家 明天会更好 谢谢 好了 小伙子和爸爸妈妈一起 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 所有参与节目录制的小部点 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部点闪亮登场 欢迎欢迎 感恩姐姐好 请坐 你好 来 向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何雨晗 今年八岁了 我来自大美新疆的一个边境小镇 哈巴河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欢迎大家去做客 这是我的妈妈 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 这位妈妈您好 妈妈 我看到这照片 这是你们家乡的照片吧 是的 好漂亮 我们的家乡比画还要漂亮 是吧 是一个平静小镇 是和哪个国家接壤的呢 和巴卡斯坦 巴卡斯坦 对 美丽的家乡很令人向往的 是不是特开心 是不是 我们的家乡的当地居民 每到节假日的时候 都会出来到草原 到树林下面聚会 聚会的时候 我们可开心了 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 那聚会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呢 我们聚会的时候 都会跳哈萨克族舞蹈 哈萨克族舞蹈 哎呦 那我们没学过舞蹈的人 能跳这个舞呢 可以啊 好不好跳啊 好跳 好学习吗 好学习 来 有没有嘉宾 想要上来学习一下的 保罗老师 您帮看别人了 再来邀请一位吧 就子余吧 谁让你挨着保罗老师 你俩上上场代替大家 体验一下好不好 这位老师跟着我说 先跟我跳哈萨克族舞蹈的 基本动作 抖肩 来跟我一起学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觉得保罗老师 那不是抖肩 那是抖胳膊 来 保罗老师 你给我们一脚 这个感觉在婚礼养娘的感觉 这个怎么抖 你抖一下 是这样啊 还可以吧 我错了都可以了 还可以了 很棒了都 你抖一下 来 郑老师真快速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把手夹上 这个比较更难一点 夹手了 手就是兰花指 手也要动 就这样 这就开始跳上了 保罗老师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我觉得这小公子 跳的是小女孩动作 是吧 没关系 反正是男的动作 女的动作 我都学不会 这都很简单了 手路都顺拐了呀 但实际上 这个跳的动作 好不好呢 倒到其次 关键是我们体验一下 到咱们家乡去旅游的 那种回味 好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我们上你家去了 我猜想你今天来到 《非诚勿扰》6加1 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 你的大能耐就是跳舞吧 不是 我的大能耐 跟别人都不一样 我的大能耐 是豆妈妈开心 豆妈妈开心 你这个大能耐 怎么那么奇葩的 豆妈妈开心 那你是有具体的方式方法 对不对 有 你给大家传授一下 我有很多招 第一招 很多招 第一招 就是随时随地夸妈妈 妈妈 你怎么越来越漂亮呢 尤其是今天 上镜特别特别漂亮 我越来越爱你了 这话听着 怎么那么顺耳啊 这是第一招 我夸妈妈 这并不是甜言蜜语 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我妈妈真的特别好 就是他又漂亮又温柔又能干 对爸爸也特别好 就每天早上五点多周 就起床给爸爸做饭 哇 这真是 这滔滔不绝 如数家珍 是吧 这是第一招 对 我 管头姐姐 不知道第二招 不是一般的理 你不信你看啊 这第二招就是随时随地拥抱妈妈 对第二招就是拥抱啥 我也给你来一个 哪拥抱 这是熊抱 这不是拥抱 这叫熊抱 真的那个 保乐老师也是没有女儿是吧 没有 只有儿子 所以他不熊抱 没体验过这种拥抱 小棉袄的感觉 没有 有个小男孩 但是没有这个 有姑娘的这种感觉 确实感觉不一样 我在怀里还香香的 然后还那么温暖 真是个小棉袄 太好了 这是第二招 拥抱 对 还有第三招吗 有啊 还有 对 我还会给我妈妈洗脚呢 每次我给妈妈洗脚的时候 看她那舒服的样子 我知道就她特别特别喜欢 我每次给她洗脚的时候 她就特别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 这是第三招 给妈妈洗脚 让妈妈好好放松一下 对 还有吗 第四招你知道是什么吗 给妈妈唱歌 给妈妈唱歌 我觉得这招挺灵的 你要说唱歌 那得唱妈妈喜欢的歌 对 你唱歌怎么样 所以我就想给大家唱一首 我妈妈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 《亲亲我的宝贝》 你等等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 那漂亮的子依阿姨 她唱歌特别好听 还得过奖 你如果能够邀请子依姐姐 跟你一起唱歌的话 恐怕妈妈会更开心 你觉得呢 姐姐你和我一起唱歌好不好 那你先给我一个拥抱 好不好 好 子依你 你们家的宝贝是男孩女孩 男孩 那必须体验一下这拥抱 来 必须要一下 好吧 那接下来 一起唱吧 请请那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去寻找那时期的太阳 寻找那失踪的月亮 我要走那世界的尽头 寻找传说依旧的雪人 还要有尽我一切办法 让她学会念你的名字 拉拉呼 拉拉 拉呼 拉拉 拉呼 拉拉 让她学会念你的名字 拉拉呼 拉拉 拉呼 拉拉 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 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拉拉呼 拉拉 拉呼 拉拉 让她学会念你的名字 拉拉呼 拉拉 拉呼 拉拉 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 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一 二 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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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真是一个幸福的妈妈 这宝贝女儿这小棉袄 太温暖 太贴心了 但是我想问你 为什么你要想办法逗妈妈开心呀 因为妈妈特别特别辛苦 每周要往返开车八个多小时 往返八百多公里 带我去克兰玛依学习唱歌 特别特别累 你等等 每一周要往返八百多公里 对 就是开车要八个多小时 对 就是为了带你去学唱歌 是 因为我们那边是一个边际小镇嘛 然后也就是没有 就是要找到一个好店老师 不太容易 然后就是克兰玛依在我们那边 就是在教育 这个艺术教育水平要高一点 然后我就带她去学习 已经真正坚持一年了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呢 就是每周六早上出发四个小时吧 然后就是赶到就中午了 然后匆匆就 时间特别紧 就快快地吃点饭 然后下午就带她去上四节课 然后完了以后就晚上住到那个克兰玛依 住一晚 对 住一晚上 然后早上的时候 又上上那个四个小时的课 然后又就是 就周日上午还要再上一上午的课 对 然后就 就是匆匆又去开下四个小时 然后回去 然后晚上就到了以后 就是很晚了 对呀 这把休息日全都给占上了 对对对 反正每次就是回去就特别累 特别是晚行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红盛那个腿特别疼 我听上去都觉得很辛苦 要往返八个多小时的车程 而且每周这样一次往返 对 就是您一个人开车是不是 我一个人 但是开车累 这坐车的也累呀 对 就是她也是特别 在车的时候就会在车上听听歌呀 看看书 我就害怕我们妈妈困了 我就陪她说一会儿话 就是由冬天的时候 雪特别特别大 那个路上就是薄薄的一层冰 特别特别危险 所以你开车很危险的 我还想问一下 这往返八百多公里的路程 都是什么样的路啊 是高速路吗 不是啊 它一百多公里都是山路 一百多公里的山路 对 就夏天还好一点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对 然后雪特别大嘛 然后前面的时候 就看不清路 就是十米之内看不清路 对 然后那个路上都是薄薄的一层冰 她特别坚持 也是她特别喜欢 她爸爸不能帮忙吗 就你们俩替换一下 就是我爸爸特别忙 爸爸主要负责工作 对 专心挣钱 对 然后妈妈主要负责照顾你 培养你 对 真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爸爸妈妈 为子女所做的一切 可能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那今天 我们的宝贝女儿 在《非诚6加1》 这么大的舞台 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 说了你跟妈妈的经历 你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讲吗 我爱你 谢谢宝贝 好好爱你 妈妈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宝贝女儿很乖巧 对 特别懂事 你所付出的这些辛苦 她都懂 对 对 她特别懂事 她害怕有时候 我开车的时候 我们那里 她不像是在像内地 车特别多 我们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 路上跟不懂 有一次就是 我不是下大雪吗 就天都快黑了 就是在那个山路 前面的时候都看不到路 一个人都没有 当时我就觉得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真没想到 我觉得这位妈妈 外表这么柔弱 没想到您还是一个女汉子呢 这干的都是女汉子的事 我妈妈就是一个女汉子 是吧 对 有一次她生病去不了 就找另外一个叔叔代替 听说去那么远 当时就啊了一声 而且她 她说她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她就再找了一位叔叔代替 是吧 你看要换成叔叔都未必能坚持下来 对 我妈妈都可以坚持 所以妈妈太厉害了 对 我妈妈都是为了我的长大 是 所以你真的是要好好学习 健康快乐地成长 长大以后用好的学习成绩 回报妈妈和爸爸 好 好不好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 小不点大能耐环节的表演 一定发挥你最好的水平 好吗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下面这个表演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大能耐 大能耐环节的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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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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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了 我们表演完毕 听听嘉宾老师的表演好不好 好 你看你做了那么多的事 逗得妈妈开心就有四招了 而且呢 跟妈妈一起 在那个奔波在那个路上的时候 看到妈妈的辛苦 所以你就从内心里特别地感恩妈妈 关心妈妈 所以你就幸福了 所以你幸福了呢 就把幸福也给了妈妈 妈妈也幸福了 所以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幸福的密码 多让给孩子爱妈妈的机会 也让孩子从中理解妈妈 所以我这个今天要送给你的球啊 就叫幸福气球 送给你和你妈妈 好吗 谢谢 那么开心的那种笑容 伴随在脸上 我觉得她这个童年 是非常幸福的 然后我觉得作为你的父母呢 也是很幸福的 然后作为子姨阿姨呢 是很羡慕的 因为我如果要能有一个 这样的女孩 这样的女儿的话 我觉得我就是很圆满了 但是我估计不可能了 我把温暖的阳光气球送给你 谢谢 谢谢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定都记住了我们小雨晗 这个开心的笑容 祝福你 来 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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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啊 本场节目当中的 小不点们的大能耐 已经展示完毕了 现在让我们有请他们 再一次出场 掌声送给你们 谢谢小不点们的精彩表演 每一位小不点都将获得 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非常帮忙团的四位嘉宾 上场把礼物送到 小不点们的手中 也祝愿我们的小不点们 都能健康快乐幸福地成长 让我们一起说出 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 小不点大能耐 一起来传对爱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见 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县同去 合家欢乐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精彩 绝伦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 如何经验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逐一揭晓 正被ivamente探韵了 跟不创 小不仅事